我倒是好奇 我没有做过统计 因为东南亚现在的商机起来了 想去越南的台湾人越来越多 还是想来台湾的越南人越来越多 还是怎么样子的情况 你有没有观察或感想 我也是没有看统计 可是从我来台湾之后 我发现一直以来 很多越南朋友都会寻找新的一个机会 所以他们也是想要出来 然后学习 然后就是有一新的领悟 那我觉得台湾人想要去越南发展 是这几年 好像这几年的事情 对比较开始 我也是 我跟你自首 我开了一个越南的公司 当然我还没有去过 我已经把公司先开了 兰涛亚洲越南分公司 是在胡志明市 在胡志明市第九郡 是是是是 对所以 应该是可能也 一方面是政府有在推动 所以大家对于这些 东南亚国家 比较熟悉一点 反过来讲 最近将来台湾 现在也有很多的台湾人将来会去越南工作 因为台湾现在要国际化 当然以前都是到中国大陆去投资 但台湾现在有两个方向的投资 一个半导体可能随台积电到美国去投资 另外一些传统产业可能会到东南亚去投资 当然电子业也要到东南亚去投资 所以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台湾人要到越南去 您的祖国去投资 那么或者是去工作 那您对于这个现在要 还不了解越南 但是是台湾人 将来要去越南工作的话 您对他们有什么样子的建议 其实我觉得不管他们以后会不会往越南 或其他东南亚国家发展 我发现在台湾会有越来越多外国人 然后特别像越南人也是很多 那我希望台湾朋友 大家可以多去认识这些国家的人的文化 当你碰到他们的时候 我觉得会挤去越南语 跟他们打招呼也很棒 那像我现在在大学教越南语 我一直鼓励台湾的同学去认识越南 因为我第一堂课都问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要来学越南语 你们知道越南在哪里吗 可是很少人会很认识越南 那他们为什么来学越南语 是因为好玩吗 还是因为越南很夯吗 还是什么理由 当然为了学分也有 然后有很多的同学 他们我有做访问 然后他们就会说 因为看好东南亚的发展 对我觉得台湾学生 哇就是在大学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 然后利用就是学校跟就是台湾 台湾给他们的一个资源 学习资源 然后来学习这样子的语言 对啊 他们不只是来学语言 然后有的同学还跟我说 老师我以后要去越南教华语 所以我要来看你怎么教 那这个非常有意思 那这个就您现在 因为你已经教了几年了 您现在有没有这个台 或者不管是您教的 或者你的学生 他们学了这个越南语的时候 已经真的到越南去工作的 有没有这样子的人 有 我认识了很多台湾的学生 到越南去发展 然后像最近我才联系上两位 一个是在胡志明市开真奶店 然后另外一个同学是开那个地挂球 还有很多同学都是直接去 台湾的企业当干部 那据您的访问或您的了解 这些台湾人去越南 他们适不适应 或者他们的工作还好吗 大部分的人都很适应 因为我说为什么你们选择越南 而不是其他国家 那大部分的人都觉得 好像在亚洲越南跟台湾的文化 比较接近 对 然后生活啊 人的个性啊 美食啊 都是很接近的 很雷同 对 所以他们比较想要去越南 对